Hello,大家好 家里的旧T恤,简单的裁剪和缝制 又能变成我们生活中实用的这个物品 看一看今天的手工是怎么制作的吧 我的这个T恤呢,是比较短的这种 如果是长款的话,可以从页下直接裁剪来制作 因为我这个比较短,所以要利用到上半身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袖口给它裁掉 袖子剪开之后呢,我们在这个领口位置画线 然后把上半部分呢,给它剪掉 我们在这个一侧呢,给它画一个弧线 给它修剪好 我们把它折好 直到另一侧 也给它进行一个修剪 这次修剪的呢,要比它稍微大一些 略宽一些 修剪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衣服呢,对折一下 我们把这个布料的这个底部呢,给它称缝一下 缝合的时候呢,我已经把这个裤子的底边呢 给它锁好了一个边 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裤子呢,向内折,然后车缝 两条裤腿都是这样制作的 制作好之后呢,我们需要在这个腰部呢,给它拴上皮筋 我们可以利用它以前的这个布边,拴上皮筋 也可以重新给它向里握一下 然后再缝上皮筋也是可以的 裤腰呢,和这个底边呢,我们都已经给它车缝好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裤腰的位置上呢 给它缝上一个骨铁结作为一个装饰 这样我们就用一个短袖改造了一条实用的家居短裤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星星记得收藏点赞 关注明明子更多实用手工与您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大家看下来 感谢观看